台湾艺人高宇翔录影中途猝死 一届提出了心脏奏情六大情绪 巴尔赛奔岛连三个国家地震 阿尔巴尼亚最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此际在捷埔寨走进了水上人家 穆斯林的群基地带来粮食和曙光 您好 欢迎收看11月27号 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刘芳瑜 艺人高宇翔 金船在实际节目的录制过程当中 突然昏倒送衣 心脏奏停后不治 享年35岁 消息一出是震惊各界 因为他还相当年轻 平时也保持有良好的运动习惯 到底为何会猝死 也引发了民众对于健康的省思 根据这项调查 台湾平均每10万人就有51个人猝死 发生率相当高 是高居亚太地区第二 而如果您本身并没有任何家族病史 年龄也很年轻 不过如果有以下的这些习惯要特别注意了 包括长期熬夜 又喜欢抽烟饮酒 加上生活压力比较大 工时又长 同样也是猝死的高危险群 医记就提出了 在发生心脏奏停之前的60秒 是救命的关键期 有六大警讯有机可循 包括突然性的胸闷 胸痛 呼吸困难 心慌 也就是心脏会莫名不适 还伴随有剧烈的头痛 甚至肢体麻痹 陷入昏迷 都要赶紧松医 也要适度的施行CPR 才有机会救回一命 艺人高一翔 27号凌晨参加外地节目录影 突然昏厥 送医抢救 还是无法挽回生命 猝死的案例引发原因有 心阴性心脏病 严重脑出血 代谢性疾病 或者药物过量 而其中又以心阴性猝死 占最大多数 不明原因的 他左心室很容易会造成 不正常的放电 一个压力来就有心率不整 那运气源不好 就突然间停掉了 来不及救回来的话 就会产生无法挽回的悲剧 心脏是人体不休息的器官 每人每天平均跳动十万下 一旦暂停片刻 引发的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假如血流五分钟内 没有回到大脑里面去 就很容易造成缺氧性的 大脑病变 有时候甚至救回来很遗憾的 他就变成一个植物人状态 现代人因为饮食高油高盐 工作压力大 没有运动习惯 再加上熬夜 作息不正常 导致心血管疾病患者越来越多 但实际临床也发现 没有病史 作息正常的人也有机会发生 心阴性猝死 医师表示 只要运动过后容易喘 晕 任何不正常反应 还是建议民众到医院详细检查 带来新闻 赖皮轩 欧阳光辉 台中报道 任何身体警讯都不要轻哭 一名30多岁女性近半年来 经常感到自己的胸口会闷痛 到医院检查后发现胸腔里头 长了一颗大肿瘤 还是相当罕见的鸡胎瘤 足足有14公分比心脏还要大 手术难度也就相当高了 台中刺激医院是跨科别 为他进行手术 这时间长达有6个小时 目前已经成功地恢复健康 40多岁的陈小姐做保险业 只要工作压力大就会 我觉得会有点闷 甚至我觉得好像就心脏这部分 有时候会觉得有点痛 不小心心理的感受还怎么样 尤其是女性上班族 很多人都会常常觉得胸闷不舒服 台中一名30多岁的女性 胸部闷痛长达半年 喘不过气 以为是太累 到医院做胸部电脑扫描 是长了鸡胎瘤 重隔腔 长了一个大概14公分左右大的一个肿瘤 那这个肿瘤的大小 几乎比他的心脏都还要来得大 那位置刚好是在压迫在心脏的正上方 肿瘤压迫到无名静脉 正长一公分的血管管径 压迫到仅剩0.2公分 治疗的方式是开刀 但危险性很高 万一手术当中就无名静脉有损伤 基本上这个失血可能就是在四分之一 还好肿瘤没有侵犯血管 但过程花了六个小时 医护人员全程神经紧绷 像拆炸弹 化验后这颗鸡胎瘤是良性肿瘤 但超过10公分还是很少见 病人手术后一个礼拜顺利出院 终于重新感受大口呼吸 新鲜空气的感觉 大海新闻 江际国际宗 吕荣浩台中报道 国际焦点先关心这一场意外 发生在美国德州阿瑟港 一间化学工厂突然发生了爆炸 就连50公里外都感受得到明显的震动 已经将周围地区居民强制性撤离 化学厂房窜出了黑黑的浓烟 夜色也被火光染得一片通红 在发生了爆炸之后 消防人员还在强全力的来抢救 由于工厂里头存放有大量的易燃物 而且还是化学品 避免着灾情持续扩大 已经将方圆800公尺内的居民全数撤离 美国冬季风暴来袭 从东岸到西岸5000多万人处于冰天雪地 不过在加州却是冰火同时存在 画面当中您看到的 就是逼近洛杉矶的这场森林野火 目前只控制住了10%的火势 但您从地图来看就更为清楚了 这是加州的地图 一个加州可以说是南北两样情 北部白雪矮矮的部分 也就是受到风暴系统影响 只要是海拔1000公尺以上 统统都开始降雪了 至于在南部南加州的部分依旧是相当的热 而且已经整整180天几乎都没有下雨 气候干燥助长了火势蔓延 现在火场最新都严重到要足以命名了 叫做Cave Fire 而且目前消防弟兄还在质疑忌业的灭火当中 飞机空头粉红色阻燃剂 消防人员直升机出动全力灭火 加州洛斯帕瑞斯国家森林25号爆发野火 1700多公顷相当于 68个大安森林公园复制一具 大约2400户收到强制撤离令 目前仅控制住10%的火势 Cave Fire在超低等对到的热火使用 任何困惑 强风 坡斗难以进入 都增加消防人员的灭火难度 我们经历克制撤离彻台 被推出离撤 然后再返回 然后变成那种攻击 野火原因还需进一步调查 初步判定可能是干旱 当局已经180天没下过雨 根据气象预报 27号挟带大量水汽的风暴 将袭击美国西岸 预计带来25毫米降雨量 有助于减缓火势 不过当局担心 也可能引发山区土石流 大爱新闻 罗文景编译 同样是野火肆虐 澳洲则是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 新南威尔斯总算是天降甘霖 有助于火势扑灭 打火弟兄可以说是欢天喜地 雨水滋润了焦黑的大地 消防队员们现场开心自拍 甚至还有人是飘起舞来 目前澳洲新南威尔斯 有多达80处的火场 所幸最新有一道冷风通过 降下了及时雨 缓解了当地的烟火状况 澳洲巴尔干半岛 最近相当不平静 地牛频频繁身 先是阿尔巴尼亚6.4强阵 而后波士尼亚也是一阵天摇地动 5.4地震 最新发生的是在南欧国家希腊 地震规模来到了6.0 深度71.8公里 属于中层地震 目前并没有任何的伤亡灾情传出 而现在回过头来 还要带您关心的是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的强震过后 才过了几个小时 而带您看到的是在波士尼亚 也传出了5.4的地震 深度处于极浅层 不少的建筑物毁损 学校也是紧急关闭 墓地板上掉落一片片白色碎片 墙壁上也出现一道道裂痕 就在阿尔巴尼亚强震后几小时 波士尼亚南部地区 也发生规模5.4地震 深度10公里 属于极浅层地震 全国3500多万人口 至少2000万人都感受到摇晃 根据当地媒体 有好几人受伤 镇央附近的城镇 也有不少建筑物受损 其中最严重的就是距离镇央最近的小镇 内围西涅 当地学校也是受灾户 走廊上看到碎瓦砾 为了学生安全 内围西涅的学校也全部停课 专家表示 波士尼亚的镇央 距离阿尔巴尼亚镇央 有340公里 实在太远 两起地震应该没有关联 大爱新闻女方编译 回顾台来 带领关系的是阿尔巴尼亚在发生强症过后 现在镇后已经32小时了 累计有25人死亡 600多人受伤 目前还在瓦砾堆当中抢救生命 不只是官方派出了数千名的军警人力 现在国际之间也派出了救难队伍前往来支援 努力翻找挖掘丝毫不敢松懈 救难人员从瓦砾堆中 小心翼翼抬出生还者 阿尔巴尼亚在26号 发生30年来最强地震 超过600死伤 正央附近城镇图曼和杜拉索是重灾区 在图曼建筑物墙壁崩落 像破了大洞 一栋五层公寓塌了半边 死伤惨重 而杜拉索同样重挫 一间旅馆面目全非 天灾无情肆虐 国际热心持援 除了欧盟第一时间调动意大利 希腊和罗马尼亚搜救队 还有包括法国 土耳其等等许多国家自发前往 全力协助救灾 阿尔巴尼亚政府除了感谢援助 总理也宣布27号为哀悼日 全国降半旗 为受难者悼念 大家新闻张公田编译 至于在非洲的刚果民主共和国 超大豪雨引发了山崩土石流 包含首都也是重灾区 普遍当地的建筑工法落后 基础建设又非常的差 引发了惨重灾情 目前累计超过40人丧命 道路塌陷 年代房屋坠落坑洞 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 首都金夏沙 26号晚间 一场大雨酿成严重淹水 及土石流灾情 造成数十人死亡 伦巴区桥梁段落 超过300间房屋被淹 金夏沙近年来人口暴增 不到20年成长两倍 大量房屋盖在山坡 河岸等地 加上基础建设不完善 经常大雨一来就酿灾 当局指出 受损的房屋当中 有八成是违章建筑 大爱新闻 罗文景编译 瑞士东南部一座隧道旁 惊传大雪崩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大片的积雪 沿着隧道一路往下落 就仿佛一道白雪瀑布 走出穴道呢 这个滚滚白雪 更是从山坡奔腾而下 索性目前并没有传出任何的伤亡贼气 美国加州的坎普灵火 即将见满几年 慈激赶在海东之前 满心发放 稍后有完整报道 爱的给予从来都不简单 这是慈激在柬埔寨 走进了穆斯林的群居地 为这里的贫苦乡亲发放大米 也带来了太阳能的照明设备 这里住的呢 多半都是穆斯林 沿着梅宫河河畔而居 算是水上人家 通通都是住在船之上头 到了夜晚 这船上几乎都是处于 无电状态了 现在送上了太阳能的设备 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品质 孩童也得以能够读书 一盒一盒的灯具和太阳能板 志工反复确认没有问题 在摆放至发放区 这里是柬埔寨 磅真省的贡密县 此次要为居民发放大米和太阳能板 我们在伊斯兰里面发放大米和太阳能板 我们在伊斯兰里面发放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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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县有九成以上民众是穆斯林 他们又多以捕鱼为生 此即送来太阳能板及照明设备 将提供居民更多便利 还有进入保跡 你想要不要犯家 注意些金需要 我们在网站上 这次用来解用 我们就清晨 尤其美一下 这次用来 当大米和太阳能板 我们在立马提供 让我们在热梅里面发放大米和太阳能板 就在我真正的生活里面发放大米和太阳能板 我们也在辛勇佛 我们在热梅里面发放大米和太阳能板 就在热梅里面发放大米和太阳能板 我们在热梅里面发放大米 照明设备发放至居民手上后 志工也跟着民众 返回住所协助安装 试用 小小的灯泡 照亮了可丽亚一家的未来 除了她的灯泡 除了太阳能板的发放 隔天柬埔寨志工也马不停蹄 前往在甘拉省的精神疗养中心关怀 为病友们带去200包大米 希望未来也能更进一步 提供相关的援助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 潘晓彤 谢明勋 柬埔寨报道 展现出及时的援助行动力 这是美国加州北部 气温普遍已经降到零度以下 大雪纷飞了 而你现在看到的反而是阳光普照 这是因为前几天 慈济志工赶在变天之前 就赶往了坎普灵火的重灾区 展开了物资发放 总计有上千人获得暖心的帮助 而在发放现场 还可以看到有这么一位居民 他抱了一大缸的玻璃罐 来到了发放现场 里头装的是满满的铜板 他说慈济给的竹筒实在是太小了 他换了一个超大的玻璃罐 才装得下他想要回馈的爱心 美国北加州坎普灵火 满一年前戏 此际再度前往住在区 教会场地 爱的发放 他们已经跟着我们 从从开始开始 和联系都非常美丽 他们在这个社区的社区都非常帮助 很多人在这个社区里 音乐振奋人心 但现场更为之动容的 是这一大缸玻璃罐 60岁遭遇灵火之贼 戴安琪从失去一切 找回自己 为了抚平灾后创伤 还有志工设计了新念术 引导居民审视内心向前看 面对几次 将到来的冷冬 这里人心不冰冻 戴新闻 珍珊宇志工 廖琼玉 李平遥 美国报道 慈祭在约旦的东令发放团 是从首都安曼驱车南下 到了死海移动的一座村庄 这里也是受到气候变迁影响 过去是物产丰饶 如今是连年欠收 让这里本来世代就贫困的 非洲裔被渡英人 可以说是穷上加穷 志工这回带来的满满物资 足以让他们挺过即将到来的延东 世界上海拔最低的湖泊死海 它主要的水源是来自于约旦河 可是近几年约旦和以色列政府 大量从约旦河取水灌溉 连带导致死海的水位 每年下降一公尺 而黄土墨地上削减的除了死海 还有约旦南部国亚沙飞村 这里过去盛产优格用往各地 商业发达 古城遗迹仍在 荣光却早已吞色 现在是一群非洲裔被渡英人住在这里 很需要食物 因为他们现在因为整个大环境的关系 农作物也产得不好 就吃蚌蟹过日子 只有拿到物资才不必烦恼 下一餐在哪里 看看这位说请病假没上学的孩子 脚步多么轻盈 我喜欢吃蚌蚱和蜡蜡 也有原本被禁止靠近物资的 偷溜到桌子底下 用行动展现他懂得珍惜 而这场发放大学生Liza的加入 特别显眼 同时也是跆拳道三段选手 白天到黑夜耐得住从未喊泪 我认为我没有很多东西 这让我感到悲哀 这让我感到想要做一些东西 好的东西 我想帮助他们的生活更好 更有他们连日来 一场又一场的堪忍 从早餐结束以后就是找些人 他们都可以拿到这些物资 是最重要的 很感动就是有办法这样一直做 觉得是很有福报的一件事情 贫富是对比 可是借着 穷困之人也能弯腰给予 当我们平等相待 物质与心灵都是风银 大野新闻 杨韵慈谢启全 在约旦采访报道 此季助学生圆满了自己助人的心愿 这是今年28岁的苏伟伦 学生时代接受此季新衙助学 也验写建党 在5月份的时候被通知配对成功了 不过因为肝指数比较高 他是努力运动减肥 现在成功捐出自己的周边血干细胞救人一命 一家五口从屏东来到花莲 今年28岁的苏伟伦 要到慈基医学中心捐赠周边血干细胞 这一刻已经等了六年 没有想到说真的有一天 有一个人会需要我去救他 他的二弟跟三弟都罹患 喊病无法行走 身为老大的他 负其照顾家人的责任 辛勤努力还多次获得 屏东新衙奖学金 家人都以他为荣 苏伟伦他能捐 对我们来讲是一种鼓励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家的 两个弟弟算是罕见疾病 可是伟伦他也是算上天 给我们的一个希望 苏伟伦更是新衙助学的个案中 第一位完成捐赠周边血干细胞的人 他翻转手心付出 积极鼓励大家建党 实践了新衙奖学金的宗旨 让爱与希望生生不息 救人任务成功 大爱新闻 谢云山柳洪志 幻联报道 医疗取经来自于菲律宾 中部莱特省的医疗相关从业人员 特别组团到了台湾 参访台北慈激医院 锁定的是包括了核子医学 以及周边血管中心 医疗精进在交流 非常美丽 非常美丽 非常高科技 和技术的技术 我们的技术 都不可能 这样做 我相信 爱与爱与爱与爱 我们可以做更好的医疗 医疗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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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 菲律宾医疗团一行人 在台北慈激医院的核子医学科 了解到精密的核磁固症检查 此心也对慈激特有的医疗人文 留下深刻印象 期许把这样的人本医疗 带回菲律宾 医病也疑心 彩绘生命专题系列报导 今天的故事主人翁 是一位命运坎坷的女性 她接连面临到家庭的巨变 先是先生过世 儿子中风 曾经万念俱灰 也想要一走了之 不过想到了 还要照顾两名孙子 她是咬牙撑起佳绩 后来无意接触到了多肉职务 觉得自己获得心灵的疗愈 进而投身艺术的创作 之前捡回来的 你就要找一些有样子的 有没有 这都是山上捡的木头 它会有一些造型 山间小路 田野乡村 大自然的素材 副食皆是 这个是色干 它里面是一个爱心 不管是种子还是枯木 摇身一变 终点成美丽艺术品 因为我们喜欢它 然后做成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很快乐 然后很有成就感 走到现在就觉得说 好像努力的人不会寂寞 回想过往 心还有点酸涩 早年丧夫 潘心如苦养大三个孩子 十一年前大儿子中风 媳妇离家 留下两岁跟十个月大年幼孩子 小孩子小很可怜 所以我就想说 那就忍耐了 还是要带还是要养 他觉得说生不如死 不过很痛苦很痛苦 但是他很坚强 他一夜之间他就想通了 他想说人生总是要向前走 勇敢面对 但肩上的重担 老是压得他无法喘息 直到四年前 接触多肉植物 开启艺术创作 获得心灵疗愈 这间是育婴房 这个就是用叶子敷的 每株剁肉植物都是宝贝 你看到他生生不息 你会觉得说 那个人不要想太多 你看 他就一片叶子放下去 然后就整个就长出来了 刚开始经济吃紧 每个月攒出两千块买种子 中风的要照顾两个小孩子要小 所以就不敢花钱 很省很省 坚持不放弃 现在拥有工作室 教导艺术创作 有失业到学校任教 人生路越走越开阔 走到现在我是觉得说 很幸福啊 幸福自己创造还包括了 浪子回头经不换 吕建志年轻的时候 替朋友顶罪铛铛入狱 人生有18年岁月都在狱中度过 在里头也结交了一位 菲律宾籍的狱友 跟着他学画画 出狱之后呢 更希望能够开个画室 带领更多人画出自己的未来 在监狱的时候 遇到一位菲律宾的 也是寿星人 我第一次看到他画素描 他一拿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 哇 我画的东西跟他画的东西 比起来怎么 天壤之别 那我那时候我就想说 那我要跟他学画 他每天在画 那我就每天就坐到他旁边 他画什么我就看 那时候我也不懂英文啊 那他的中文也不好 那我就是用笔的 比如说我头发怎么画 眼睛怎么画 我就去请教他 他们可能就是要一个规定 被遣返到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后 哇 那个时候等于是没有人会 也没有人教我了 那我那时候也说 那我要怎么办 我能做的就是 把他之前教我的 就按部就班的 这样去学 那时候刚成年不久 就被抓进去了 我就想说 那那么长的时间 我可以干什么 所以我就想说 就把我画画的基础学好 监狱参加了才艺班 我才开始去触摸到 那时候的我还没去接触的时候 我连一个最基本的皮肤色 要怎么调我都不会 我们家人几乎天天 就是每次去看他都是以泪洗面 每一个人都是以泪洗面 那他那时候也年少不知道 别人 当然主事者就还要担这个罪 所以他才有这么大的一个 刑案在身上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其实也手足无措 道义上的朋友 没有一个人帮助过他的 他终于知道家人爱他 但是还是存着愤怒跟不谅解是 这群人为什么要这样害 后来他也真的愿意翻开圣经 也相信主耶稣 听他自己在跟我说的时候 他说从他开始翻开圣经那一刻 到现在他没有停止 停止过不看圣经 这也是我觉得很感谢神的 我相信这是神为他预备的 在他以为走失败的道路上 为他开了另外一条路 我就是从心改变吧 因为以前的我可能个性上比较骄傲 也比较 那时候才十几岁也是小朋友了 那时候也是比较小孩子气 现在的生活我觉得是比较规律 那心态上的话我觉得 我浪费了那么多年 我不想再去浪费我自己的生命 做过很多不管是厨房 甚至搭音架 画画这部分我也是有在接Case 这东西公别的东西是很精致的 你要想说以后我想要出来 就是说想要去教绘画的课程 心态上我也是觉得说 只要让我这样的放心 不要让他们再为我这样担心 童话风格越上了时尚舞台 法国一名设计师把花草 诗集和童话故事做成梦幻婚纱 一格格书籍拼成的礼服 一页页书本制成的裙摆 点缀些许磊丝和薄纱 一件件仿佛从欧洲中世纪 运送到现代的洋装 放置在房间各个角落 这些礼服的设计师 菲肯来自历史悠久 且充满浓厚中世纪气息的小镇阿拉斯 周围环绕着法国相间的宁静风光 菲肯原本是位社工 十年前开始自学服装设计 先将婚纱设计当成副业 随着经验累积 逐渐成为一名全职设计师 除了一般课程 菲肯的婚纱也受到设计圈的瞩目 近几年她的婚纱和礼服 在法国和立陶宛的博物馆相继展出 菲肯的作品或许只能吸引到小众市场 但她终于自我传承在线中古小镇的婚纱风格 已经替自己和无数新娘实现心中的浪漫梦想 迎接东京奥运就连繁忙的东京地铁也要有所改变了 推动了电扶梯心礼貌运动 鼓励民众在搭乘扶梯时 要站成两排不要再往左侧来走动了 因为这样不走动反而效率高 2020年在东京举办的奥运和身杖人士参与的帕拉林匹克运动会 预计吸引越一千万名观光人潮 由于交通流量很可能翻倍 繁忙的东京地下铁最近推出新政策 东京Metro地铁每天平均灾云850万人 通常在地铁站搭乘电扶梯乘客们习惯站在左边 让出右侧通道让赶时间的人从右边通行 不过为了疏解奥运期间庞大流量 地下铁公司开始推广在电扶梯上左右两列一律站立 禁止行走 而地铁公司为了让民众熟悉电梯相关的新措施 还与东京物理治疗协会合作举办工作方 第一梯子设定以小朋友为对象 主办单位希望借由这个活动 让孩子们熟悉搭乘电扶梯的新文化 同时也希望让小朋友体会生长者的生活 培养同理心 整个活动 店鋪梯新習慣活動相當受到好評 不少民眾認為相關措施應該擴大實行 我覺得是好運動 好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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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來新聞陳慧珍編譯 藍金是地球上線存體型最大的動物 它的身形長達有33公尺 想要記錄它的心跳非常不容易 美國加州的科學團隊就首次記錄到藍金的心跳次數 從大海撈出的儀器就是測量心跳的裝置 研究發現藍金浮上水面時 它的心跳最高可以達到每分鐘37下 不過一旦它潛入海裡的心率很低哦 每分鐘才跳兩下 超乎了預期 研究也發現 藍金因為體型龐大 就快要超過心臟能夠承受的極限 這也解釋為什麼沒有其他動物再度超越了藍金的體型 位於烏克蘭南部的一座小島 在一場暴風雨過後 海灘上是出現了好幾千隻的水母 被海潮給拍打上岸 半透明的水母可以說是一動也不動 專家說水母被衝到岸上後 就開始瀕臨死亡了 不過仍然可能會刺傷人 還好天氣轉冷 旅遊旺季也早就結束了 海灘上幾乎是空無一人 專家說很可能是環境的變化 加上海水的嚴度升高 才會讓水母大量繁殖 還要關注到的是地中海的難民船是不斷翻覆 而義大利的海巡隊最新公布了船難救援影片 當中可以感受到非法移民的處境 還有救難人員的奮不顧神 救難人員使盡全力拋出橡皮圈 落水移民探出頭在海面奮力掙扎 11月23號 義大利外海一艘移民船翻覆 海岸防衛隊在25號公布驚險救援畫面 從爸爸手中接過小女孩 一邊喊叫一邊遊回救難船 不過海浪無情的拍打 就是要維護小女孩安全 這起事件100多人獲救 5人死亡超過10人失蹤 同樣發生船難 這批來自西非和中非的移民 命運大不同 船上62人 21號在地中海被西班牙非政府組織 張開雙臂救起 漂流幾天後 25號義大利政府允許上岸 26號下船的一刻 移民無事重負 移民冒險偷渡 但是設備簡陋 事故頻傳 根據統計 今年超過1000位移民 在地中海上升 也讓地中海中央成為世界最致命的航海路線 為了能夠打造更全面的無煙環境 現在包括棋樓也都要禁煙了 是在全台灣六都來先行施行 其中但您關注到的是 台中市首創了全國的禁煙語音廣播 將會在超商以及連鎖咖啡店的棋樓來播放 而預計明年的1月起 就要正式上路開發 聽到這樣的廣播 你會把煙洗掉嗎 會啊會啊會啊 基本上放煙應該就是代表說 它有一個區域可以讓你正常的吸煙 是好是啊 因為我們有小朋友經過的話 比較擔心它吸到二手煙 無煙其樓的區域除了在超商以外 連鎖咖啡店也算在內 無煙廣播目前針對五大超商與連鎖咖啡店播放 總共1385家店家配合貼上禁煙貼紙 106間熱點地段配合播出廣播 店家看到有人在外面抽煙的時候 他就會按然後語音播放就出來 他有國台語兩種發聲 很方便就是我可能有時候真的人很多 人手很多的時候我只要按一下 然後就是他就可以直接幫我廣播了 我就不用再這樣跑出去然後 打造奇樓無煙環境目前還是在勸阻階段 但從109年1月1號開始 只要再貼有禁煙標章的奇樓抽煙 勸阻不聽 台中市衛生局也將祭出兩千到一萬元的罰還 當然新聞來陪著翁陽光輝台中報導 大家晚上想關心今天的天氣 大家已經很關心颱風的訊息 這個北緬颱風28號颱風 今年真的算多 它過去的路徑是直接往西 但是接下來有一個高空的東北風 又會再下了 冷高壓下來 有一個空檔 它可能會往北然後再往西 所以這個路徑還是有一點變化的 不過大致上因為這時候冷高壓 它逐漸的會下來 所以對台灣影響不是很大 所以各位可以注意 其實明天開始 又一波東北風又會暴到 溫度又會下滑一點點 然後接下來 下禮拜那一波到12月初的時候 才會比較大 請大家多留意了 目前這個颱風大概會受到這個冷高壓影響 會直接慢慢的往西 而且還會增強當中 不排除它會變成強烈颱風 那它的整個路徑來看的話 會往菲律賓走的機會會比較高 那台灣這邊就要留意 下禮拜那一波東北風可能會比較強 溫度還會再創新低 整個冷的程度 在下禮拜會比這個禮拜還要再更冷 冷一點點 請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這個會直接往西走 這個季節的颱風大概會往 新西旅宋島或是南邊的島嶼的機會 會滿高的 所以請大家要留意一下 對菲律賓影響會比較大 那未來的降溫還是一個重點 其實最近在高尾度地方 真的都很正常的偏冷了 正常的冷成下來 但是都一直到沒有都沒有往南清 但是到下禮拜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下禮拜有一波 這個就是比較強的 從極低的冷空氣會往南衝 我們在下禮拜出的時候 可能這個冷空氣的邊緣 就會接近到台灣北部 但是其實冷空氣要逼近我們台灣來說的話 還有一段距離 但是下禮拜真的是蠻近的 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下禮拜的降溫可能會是今年入冬以來 比較低的一次請大家多留意一下 那明天還是一樣東北風的天氣 北部多於偶正雨 東半部也是偶正雨 中南部還是蠻穩定的 過來這幾天都是有一點類似這樣的情境 請大家多留意了 那今天南部還是要注意空氣的問題 大家知道最近的空氣品質都還不錯 東北部淫風沒有偶正雨 那明天下雨的紀律 北部會比較高一點點 中南部溫度也會略降一些些 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最近溫度慢慢慢慢的往下降 但是我們其實台灣很幸運 有個台灣海峽 所以冷空氣下來的時候 島沒有降得太多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 東北風增強帶來冷空氣 北部雲多偶雨稍微適量一點點 明天溫度下滑 越晚越涼 那中南部還是蠻穩定的 只是溫差比較大一點 我們來看詳細天氣數據 我在四 sei三方塊 北邊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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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台的观众朋友 新闻即将告一段落了 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普提 接下来新闻内容会转到大二台 包括了汽车制造商奥迪大动作台员 他们说要转为发展电动车 还有低头族要注意了 有人专注滑手机 结果跌落到铁轨上 更多内容请您锁定带二台 稍后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低头族要特别注意了 虽然这是发生在国外市阿根廷 有一名男子呢 在准备搭火车的时候 在月台上他边走就边看手机 不小心自然就跌落到了铁轨上 画面中您看到这个背着黑色后背包的男子 他边走边低头看手机 完全没有注意到 自己已经走到了黄色的警戒线了 结果下一秒 他就整个跌到了铁轨上头 旁边旅客看到赶紧把他给拉上来 不拯扣这列车近战 索性没有发生遗憾 全美各地掀起了反电子烟愣潮 在纽约也不例外 最新市议会通过法案 在明年的7月起 禁售调味电子烟 标榜崭新潮流 电子烟商的广告吸引无数年轻人 为了保护下一代的健康 纽约市议会以42票对2票 压倒性票数通过禁售调味电子烟法案 这项法案等市长签署后 将于明年7月正式实施 在纽约市 有高达1万3千名高中生 相当于每15位高中生 就有一位使用电子烟 美国目前有40多人 死于相关呼吸道疾病 也让全美掀起了一波 反电子烟浪潮 戴秀女方编译 全球的汽车市场降温 裁员潮席卷了各大车厂 现在包含了德国的汽车制造商奥迪 也宣布了 2025年之前 他们要陆续裁员9500人 这已经是10%的员工量了 省下的60亿欧元将要是来发展电动车 奥迪表示 各国政府的废气排放标准 可以说是日趋严格 因此他们想要积极投入电动车的研发 省下的2000多亿将会用来投资电动车 以及数位技术 还会另外聘请2000人 投入电动车的研发相关产品 镜头回到国内这爱香爱土 台湾青少年的文化视野到底如何呢 经由调查就成不及格 这一题同样也要考考您 台湾拥有最多古迹的县市是哪里 龙三次已经创建280周年 而且台北市也是台湾古迹数量最多的县市 不过根据调查却有九成的青少年 对于古迹文化并不了解 台湾哪个县市的古迹数量最多 台南吧 我觉得台南 调查发现青少年里有六成多认为台湾拥有最多古迹的县市是台南 只有一成知道是台北 另外不到一成知道台湾的古迹总量 以及只有三成知道新竹火车站是国定古迹 显示青少年对古迹文化认识不足 台北的古迹数量多达178比 未来也希望青少年可以多透过户外活动 以及学校里的人文素养课程 更加了解台湾的乡土之美 大约新闻电影中台北报导 人物故事要带您看到 他是一个相当热心工艺的屏东村长 陈姚 找一个工具来 我的志工看的来看 我说 来 这种可以吗 郑优鲁五金行的工作室 是屏东长治乡香阳村长特别打造 那个陆品志工用的东西 还有除草剂 还有消毒剂 包括通膜机 花电机 树烟剂 我全部都画在这个区域 他很尽心尽力在为村民服务 把村里的环境整理得很好 学校导户或是村内猜 违规招牌 修剪露树 清水沟 甚至喷消毒药水等大小事 朱村长样样不缺席 我退休了以后我没什么事做 我觉得很多东西我都可以做 当我们还可以做的时候 我觉得多做一点 人家给我来 要不回公 我对他印象也很好 很好 就连道路回选区 修复找村长准没错 太棒了 我们志工都讲 虽然很累回到家浑身湿透 但是心情上那种感觉非常棒 很勤奋 帮我们公所在补路 减轻我们两户道路的压力 永远不怕事情多 朱村长说能够为民服务就是好奇了 大海新闻旋令郑瑞萍 屏东报导 新式的体试能检测只要花六分钟 就能够得到相对准确的数据 了解到自己的身体状况 双手进行往前推 透过仪器辅助 同样的坐姿体前弯 能降低人工测量的误差 也提升了检测的安全性 以前的坐姿体前弯是 它的起始点是从地面 所以对一些长者或是腰不好的人来说 它的下背的部分是会比较吃力的 那现在的话它是比较稍微有高度的 所以它的起始点比较高 对于长者来说 它的负担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重 体育署和公园院合作 推出的科技体试能 除了基本的身高体重 过去的仰卧起坐改为握力监测 将极力数据化 三分钟的登接项目 变成了渐进式的原地台膝踏步 透过穿戴装置 能精准监测心跳以及心肺耐力 短短六分钟就能全数完成 过去做的这个体试能检测 它的方法时间跟在检测的过程 有些人会却步 因为它难度确实比较高 那这次变得比较容易 它的效度我们也都经过 一些独立的实证研究 证实出来确实是效度都比较高 比如说我们在做柔软度的时候 我们又提出一些新的方法 还有心肺的部分 不需要去登接登高 所以让我们的全民运动起来 再更安全更舒适 然后更有效的量测它的体试能 目前全台有40个检测站 透过健保卡报名 检测资料全会上传云端 还会提供运动处防建议 民众就能随时监测 也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 大安新闻的事宣李建宽 台北报道 根据调查 九成的民众每天都会使用到 一次性的塑胶用品 又以塑胶袋的用量最大 其次是塑胶拆盒 塑胶杯以及宝特瓶 尽管近年来国内浸滩有成 不过要从源头来减少 才是根本知道 我们很多在做浸滩 有人说它没用或是太向怨 但坦白讲我始终相信浸滩的价值 因为它实际到现场的时候的学习 或是震撼 包括环团 包括政府在推减速的教育 或者是在很多限速的成果上 我觉得都还是有一些利基点在 到底有没有效益 其实我觉得可能没有办法 短时间看到 像去年我记得是ICC 就是国际静态的统计 我们塑胶带有很显著的下降 当然今年轮到吸管 接下来可能会希望政府 是有不断不断的限速的范围 然后跟环团持续的推动 所以让这个数据是有 结果出来 看完呢台湾人的环保意识 还有实际的行动力 仍然是有落差的 这场岁目祝福 专属于环保志工 两千多人共聚 松山区的环保站 志工们出勤务前 先共修上人的纳履足迹 在文字中 截取上人的智慧法语 因为纳属属都是每天上人 以会客或是他看到国际事件的 跟我们分享一些状况 在文字中就会让我们觉得 这是上人在教导我们 那我们内心就会比较平静 带着这份拔喜 来自北区各地 两千多位环保志工 参与在新殿静思堂 举行的第十场岁目祝福 众人研议行愿半世纪 不论心境或资深志工 都更坚定到心 环保是给我们修行的 不要为了勤务而勤务 我们来这个环保道场 就像大家要相互感恩尊重 有法才能够渡人 因为环保点是一个道场 那希望大家在环保之宜 也能够修会 能够法入心 法入行 纵绳 象征 慈祭精神 把一个个的志工紧紧向细 舞台上演绎志工 手上挥舞的国旗 也代表慈善阻击遍及全球 继续让环保守护大力的爱 环绕全球 带新闻 珍珍美志工 柯林兰 王柱明 台北报道 证言上人行脚 今天在温馨座谈当中 上人提到了 只要人员付出于林里 用心耕耘 就是对他最大的供养 九十几岁独居 为爷爷老来无力整理住处 志工不为丧臭大动员 我们动员了二十多位的志工 除了清掃垃圾杂物 然后清洗刷他的意识 所有成年的污垢 二十多年下来 万华区四季志工 长期冠怀社区长者 老吴老开办勒林课程 成立长照中心 更不忘劝诉 每年的七月普渡 街头的普渡 他都是买我们 近思人文的香肌面香肌饭 然后分装成好几百包 然后跟林里结缘 而且在林里劝诉 每年都有八十几位 连署就是要栽戒 我是接受菩天下菩萨 最大的共用 因为大家以何供养 以真心供养 以身体力行供养 一夫万万人相依 这都是我这一生 很很有感觉 没有机会 这虚度过 渺渺扎实 现场演奏歌曲传法 唐美云剧团 花了半年以上时间 参与四季行愿 半十季音乐专辑制作 我邀请了我的音乐伙伴 跟我一起 一起做这一件事情 这样 然后他也都是在跟我说 他在写到死还有病的时候 就是编作就一直哭 然后我们在反复 在录demo或是什么的过程中 其实都一直被歌词 所撼动 所以感恩上人 其实让我有机会 演绎佛陀的一生 短短的十多分里面 这个是其实对我而言 真正的感受到无常 还有就是 人的一生 其实没很长 也有一个女婚头 看到年轻人真好 看到了 年轻人的正方向更好 期待心灵的夜 期待他用肢体洪华 在舞台上把这样的精神 好好的展现 很感恩 有这一群年轻的伙伴 演什么像什么 感恩 谢谢 师徒面对面 心相应 北区巨工干部轮替 也珍惜温馨时光 岁末发大愿 要在社区请耕耘 发挥安定的力量 大一新闻消息节目 台北报导 以上就是这一节大一新闻 感恩您的家族 祝福您全家 平安 顺心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